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报价是突破了5000点 5155点 奥优斯指数上涨2.3% 目前报价是21200点 乌伦特原油上涨1.3% 目前报价24.3美金 黄金价格是回到了1643美金附近 欧元兑美元依旧在0.5960附近徘徊 比特币回到6600美金 好的 感谢JK的介绍 那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达成了协议 价值是2万亿美元 这项计划是不是意味着股市会开始上涨了呢 好的 谢谢主任 最近这个消息 利好消息还是不错的 那么欧洲和美国都相继出台了政策 那么美国是2万亿美元 欧洲是1万亿欧元 那么从昨天 我们看到前天 是道中市指数从1万8000点反弹到昨天最高点是21500点 那么接近涨幅20% 昨晚又冲高 有一些回落 其实在价值上来讲的话 目前很多股票的价值已经是被低估了 那么一个月前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中国有一家公司叫做茅台 茅台的酒还是不错的 茅台的公司市值呢 在一个月之前啊 等于美国的波音飞机的股票市值 那么半个月前呢 茅台的市值等于波音飞机加上福特汽车 等于两家公司的市值 那么一个星期前呢 茅台公司的股票市值呢 等于波音飞机加上福特汽车 再加上星巴克三家公司 那么到了今天呢 茅台公司一家啊 中国的公司市值 等于波音加上福特汽车 加上星巴克 再加上这个巴菲特刚买的 大美航空的市值啊 等于四家公司的市值了 所以呢 目前其实相对于中国股市来讲 海外股市的整体的价值还是比较低的 那么尤其是像波音飞机啊 昨天是最高是上涨了30%左右的幅度 那么美国呢 最近刺激错 总价值已经是超过2万亿美元 那么其中呢有一部分啊 2500亿呢 是失业救助 也就是说未来呢 美联储已经做好了啊 大量的失业人员 那么为了救助这些失业人员 那么拨款2500亿美元 并且未来还会有积蓄的拨款 那么另外的1300亿呢 是作为医院的一个协助 还有1500亿呢 是地方政府的资金 所以呢 这些资金呢 基本上都有比较具体的一些实物价值 那么最幸福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做投资的时候啊 最终央行会印钱 政府会最终兜底 在信用上和这个资产规模上 那么政府的作用呢 就足够显现出来 那么之后呢 就是重新洗牌啊 我们只有大幅的下跌 那么之后呢 才会有重新的这个资宝合资 最终是由政府买单 所以还是不错的 那么过去呢 我们曾讲啊 80后们啊 70后们是靠炒房子赚钱 90后呢 是靠这个数字货币啊 比特币啊 这些支付 那么00后呢 就是靠股灾啊 未来有机会 现在00后刚刚成人啊 准备赚点钱 那么就靠股灾了 那么3月12号啊 当天呢 也就是说上个星期 那么12个国家的股市熔断了 美国呢 到现在啊 已经是 我们已经不数它 熔断多少次了 已经史无前例 我们以为的黑色星期一啊 其实是黑色一星期 这张态 那么整体这一次受到打击最严重的呢 还是像航空类啊 旅游类的公司 那么像Quantus呢 股价已经下跌超过70%了 还有其他公司啊 下跌可能超过80% 甚至90 那么业务没有受到疫情的公司影响呢 也是下跌了30%到40% 啊 所以说呢 大家要根据这些情况去选择现在超底的股票 那么这一次我们要看的就是超底之后啊 会有什么样的潜在问题 未来会不会股市就一路上涨 大家都会打揍地主吧 啊 假设我们是美联储 那么另外呢 啊 一个平民是特朗普 那么地主呢 就是疫情啊 来势汹汹 排也非常好 拿了一手好牌 这个时候呢 特朗普让我们上来就放大招 啊 地主家里每张牌 那么特朗普都逼着我们去要 啊 假设没有合适的牌 也没办法 只能上炸弹 啊 上王炸 好了 当手中的好牌都打光了 但是呢 地主家的牌剩什么 我们还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市场就开始恐慌了 啊 怕之后地主家出对三 我们都要不起 啊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美联储和特朗普 今天的一个处境 就是在赌 所以说呢 市场也没有特别大幅的一个反弹 也是在预期之中 啊 大家也不要慌 那么最关键的呢 就是 其实特朗普和美联储可以作弊 对不对 输了不怕 输了咱给钱呢 那么输光了怎么办 再印钞票 对不对 所以呢 整个市场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现在呢 美国股票 美国股市啊 生病了 呃 姚妈对他说 哎 我给你钱 孩子你想要啥就买啥 想买啥 只要你开心就行 啊 没有上限 无数的钱给你 那么孩子一想 我 我本来就是一个小小的感冒 结果他对我这么好 我不会得癌症了吧 所以说呢 市场现在的情绪就是这样的 那么最后再强调一下 别人靠实力来抄底 我们抄底靠想象力 那么这是不对的 还是要 啊 想低调的赚点钱啊 却被拉来 咱们一起见证历史了 主持人 好的 那这可以现在有一句口号 叫做 不强美利坚 熔断每一天 股市呢 就像是电影 让大家促进生情 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宅在家中的听众 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哎 好的 谢谢 呃 建议是有三点 那么第一呢 就是认清形势 目前呢 自己的财务状况 和这个市场上的一些情绪 那么第二呢 就是苦中作乐啊 心态最重要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审时着事 排定布阵 包括自己的生活 现在大家都在家里办公 未来的工作 那么在投资上 应该怎样做调整 孩子现在也不上学了 那么教育上 还有自己父母的健康上 那么这些呢 其实都是我们现在 需要准备去考虑的 在整个社会目前呢 没有新的生产力释放 也就是说 科技呢 现在是比较停滞的一个阶段 所以呢 咱们还是且行且珍惜 既然大家都宅在家里 那么也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段子 开心一下 说中国古代啊 有一个职位啊 叫做太监总管 一般的太监总管 都非常非常有钱 对吧 那么这一天呢 小太监就问老太监啊 为什么你这么有钱 大家猜一下老太监怎么说呢 老太监说 因为割得早啊 是不是和炒股有点道理相像 但为什么我们舍不得割呢 因为害怕呀 对不对 那么割肉啊 一个是疼 另外一个呢 就是割完了 改朝换代啊 股市涨上去了怎么办 买不回来了 所以说呢 每一个市场 每一个行情下面啊 我们苦冬作乐的时候呢 也要分析一下自己和啊 自己的仓位啊 自己的组合 以及市场的情况 那么对于新人来讲 或者是年轻人 现在呢 人生面临一个选择啊 就是最难毕业季 现在呢 失业人数大爆发的时刻 马上就要来了 另外呢 各公司都在裁员 像银行 航空公司啊 财员高达50% 那么失业率呢 预计会从 百分之三点几的水平 飙升至 百分之九 百分之十 澳洲呢 也可能面临 三二年 1932年以来 最大的失业危机 那么澳洲可能会有 接近20万人的失业 所以呢 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 主持人 好的 感谢JK的介绍 跟着朋友喜欢我们的节目 该怎么样和您取得联系呢 大家可以拨打电话 03-8658-0603 另外呢 今天晚上 我们是有网课的 大家手机和电脑 都可以观看 主持人 好感谢JK的介绍 8658-0603 欢迎各位随时拨打 JK我们下次节目 同一时间再见